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工具 需要有文化的载体 就是我们生活中用到的语言一样 摄影也有语言 并且还有很多种 在业界有一种说法 摄影语言也可以称之为镜头语言 就是要用镜头像语言一样 表达我们的意思 也一种意境 我们通常由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 看出摄影者的一些意图 因为从他拍摄的主题及画面的变化 去感受摄影者透过镜头 你所要表达的一种内涵 那么摄影语言 虽然和我们平常讲话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要用镜头去表达 你所要向众人表述您的意思 那么摄影语言说白了 就是用照相机说话 照相机其实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人是要通过相机去发声 不论人如何躲在相机后面 操纵快门的一刹那 那么只要快门一闪 摄影人就将自己使用的摄影语言 记录在二维的图像之上 那么摄影师光影艺术 讲究的是形式的美感 强调的是视觉的冲击力 那么吸引人的自然就是眼球 那么图像生动 影像唯美 这就是你要表达的摄影的语言 人言鸟有鸟语 文学自然有文学的语言 戏剧有戏剧的语言 小说有小说的语言 那么当然摄影也要有摄影的语言 说起来好说 用起来不见得明白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摄影语言呢 那么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来讨论一下 比如一条湾区的路 由天边完远到跟前 那你将它拍下之后 你可以说这无非是路而已 那么假如有一个人呢 从远处走来 那么你也可以说啊 任动而到远 如果这个人呢 即将走到前端 你也可以说是胜利在望 若是一位老者呢 已经走到尽头呢 预示的生命呢 即将结束 倘若这是人呢 从拐柜呢 在泥泥中跋涉 朝远处走去 你也可以形容其路漫漫而修远戏 那么一条路呢 人处在不同的这个拍摄点 摄影语言呢 述说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话语 一种表达的一种心境 再如呢 一条长凳 两端走来两个男女青年 不管男青年手中握不握鲜花 只要二人一握手 就表示心心相应 如果男青年手持一种玫瑰 溃在女子的面前呢 就表示求婚 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用摄影的语言 所表达的一种意境 记得跟大家讲过 那哈书相机 在登月的时候拍过的一个照片 就是人类一小步 世界一大步的这个瞬间 其实呢 看到这个图呢 就是一图胜千言 我们常说呢 要让图片说话 图片究竟怎么说话 全靠操纵相机的人 即使是这个无人登月 又飞船发回来照片呢 也是人们要设定 事先好的程序 按照人的意图 把它拍摄下来 说到底图片说的话 自然也就是人说的话 不过呢 话没出口 心说而已 用心感知 所以拍摄了图片呢 承载的一种心声 发自内心 说出的话语 即便不华丽 即便是朴素真挚 那有些话语呢 确实能打动人心 无论怎样 图片的优劣 规定到底呢 是用摄影语言的美丑 来表达的 一就是说 摄影的语言呢 也就是美丑呢 直接关系着形式美德的好坏 就如一篇文章 开头的语言生不生动 往往会决定着整篇文章的成败 换言之呢 一开笔 只显示着作者的功力 所以呢 语言对于文学作品 至关重要 由此几笔 摄影语言对于摄影 同样呢 有关生死 既然摄影语言事关重大 我们就要有具备 驾驭摄影语言的这个能力 如何使之精粹 首先呢 你要锤炼好摄影语言 运用好摄影语言 而摄影语言又如文学语言般 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比如说文学语言有文言文 有白话文 有礼语 有谚语 有成语 有邂逅语 等等 只要你能 掌握住 我们就可以呢 供摄影人使用 遗憾的是 有些摄影人呢 只重处于图像 并没把摄影语言呢 放在眼里 或者说呢 在拍摄照片之后呢 只想给影像起一个生动的名字 或者是影不够文字来臭 而弄的呢 图片呢 感觉一般 但是呢 摄影语言呢 非常的华丽 其实这也闹了很多的这种笑话 还有一种人呢 这个拍得很好 但是呢 组织不出来 这个图片的说明 说的文不对题等等 这些呢 其实呢 都对摄影语言来说呢 是理解不够 因此呢 摄影语言呢 因人而异 拍什么样的照片 立什么样的意境 说什么样的言语 自然呢 摄影美其约为艺术 那么自然要讲究这种艺术 不能停留在这个人云亦云 换言之 一位一百位摄影人 就要有一百种不同的摄影语言 即便是同一种题材 同一个命题 因人不同 因发生亦不一样 那么我们所说表达出来的摄影语言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经常跟一些这个影友呢 说呢 我们要在相同的一个 某一个景点 我们要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作品 那么换言之就是说 你要和别人说出不一样的话来 那么这样你的作品呢 才有吸引力 我记得中学时代曾学过一篇散文 就是于平博与朱志卿的 这个同优秦怀和 那么以降星 降生登影力的秦怀和为题 各写一篇散文 某一二人的感受不同呢 取舍有别 所以使用的语言呢 也就不同 其实这两篇散文呢 都传为佳话 当然我们 读的最多的还是朱志卿的这篇散文 那么其实摄影界呢 也有类似的情景 摄影者呢 有各自不同的这种风格 那么其表现呢 就是在摄影语言上 著名的这个摄影大师狼近山 这个大家 很多人都很熟悉啊 这个今年呢 是狼先生13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他呢 是以极仅摄影而遇满全球的 若谈论其狼大师的摄影风格呢 那么其摄影作品呢 总充满一种诗情画意 说到狼近山呢 可能很多的朋友呢 不是搞摄影的 可能未必能知道 但是呢 一说起张大千来呢 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那么 狼近山的摄影作品当中呢 很多的模特啊 就是张大千去充当 因此呢 张大千呢 在狼近山的这个摄影作品当中呢 只是充当一种模特 那么这个极仅摄影 使狼先生的图像呢 画意浓烈 那么在这里面呢 显示出一种诗情画意 其实这些呢 有来于狼先生早年的一种学问啊 深厚的就儒家的经典 奠定了这个狼先生的一种功底 那么使他的这个作品呢 才能呈现出浓浓的一种诗问 比如说狼先生有很著名的作品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比如说是 11路名 艺术家之梦等等 那我们在欣赏 狼近山先生的作品的时候呢 就好像观赏一幅 中国的人文画一样 洋溢着这个 诗的韵味 那么他的摄影呢 不仅是画意浓厚 而且呢 具备着中国文人画的一种韵味 又有古诗词的一种情志 那么他这些都是表现在一个摄影的作品当中 那么通过这个摄影的作品呢 淋漓尽致的呢 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 因此呢 他的摄影语言呢 是低道的中国特色 所以呢 这个大家呢 可以有空呢 去网上去看看狼先生的这个作品呢 可能估计呢 就感受会更深一点 那么具体说到摄影语言 类似于绘画艺术离不开点 线 面 色快 等等 那么大致其实是相同的啊 在摄影的艺术里边呢 这个 我们 讲究的是 日出 日落 这个 线 几天际 以标地平 等等 这些呢 也表示的 比如说 这个垂线的施裂 斜线的这个表动 曲线的优美 弧线的若红 等等等等 呃 加拿大一个著名的摄影家叫 弗里曼帕特森啊 他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呢 呃 叫摄影与艺术观察 那么 其中呢 就说到 一条水平直线 暗示着稳定和宁静 如果把它变成直线 或 呃 这波浪性 那么宁静 呃 悠闲的感觉呢 就会更加的 这个 强烈 呃 长方形开阔 三角形稳定 快有大小 色分冷暖 大目固圆直 长河 落日圆 这些呢 都可以 用我们的摄影语言呢 去表达 那么如何去运用 就看摄影人的一种 意境和理解了 摄影是触景生情的 当你拎起相机 就开始琢磨摄影语言了 面对眼前的 任何的景物 它去怎么去吸引你 你如何呢 去用构图 啊 那么用什么样的光圈 什么样的快门 啊 你如何用什么样的拍摄手法 等等 这些呢 应该是一气呵成 啊 这就是叫 摄影的需要有一个 敏锐的目光 财思敏捷的 这种想象力 你才能拍出一个 具有浓厚摄影语言的 这种照片 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呢 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 究竟什么是摄影语言 那么学者们 普遍的认为呢 摄影语言是一种 科学技术的 这种为手段 以精确还原 摄影对象的细节 来达到一个真实形象 感觉和直觉的画面的 这么一个表达效果 啊 这属于这个平面视觉的 语言范畴 呃 他其实摄影 同绘画呢 有一定的 这种亲缘关系 那我们 呃 上一次节目 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绘画主义的这种摄影 或者是摄影主义的绘画 等等 这些呢 呃 其实呢 归纳到摄影语言方面来说呢 呃 那也是一种 需要你表达的一种意境 那么摄影的语言 主要是通过线条啊 光线啊 饮料和色彩 呃 通过这种形式呢 来表达出一种语境 啊 那么这四种的造型语言呢 除了光线 线条 饮料 色彩啊 是摄影构图的这种元素之外呢 其实呢 呃 那么摄影家呢 正是借助于这些造型的这种语言 来巩图摄影的这种啊 艺术之美 那么摄影语言呢 究竟包括哪些呢 我刚才说到了啊 其实呢 摄影语言就包括线条 光线 影调 色彩 这四大语言 那么线条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这个 光线啊 就是因为摄影呢 你是用光来绘画嘛 所以呢 摄影艺术 是用光来造型 所以呢 人们常说光线是摄影的灵魂和生命 那么只有用光才能呈现出 被摄体的这种形态 色感 空间 等等 呃 在大自然当中呢 光线是千变万化的 特别是在一天当中呢 啊 随着光线的不断的变化 我们又称之为这黄金时段啊 那么一早一晚的光线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正是摄影者呢 啊 通过他来拍摄图片的最好的一种时机 因此呢 我们要学会掌握光线变化的规律 啊 这是掌握摄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啊 第二呢 就是摄影的这个语言的线条啊 线条呢 不仅是这个摄影构图的元素之一 它最重要的呢 线条呢 是两种影调的这种分颠线 你比如说是明朗的这个影调和这个昏暗的影调 中间的这个线条是表示的这种画面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 那么其实呢 通过线条呢 啊 是摄影家来构建和丰富画面的一种非常形象的表达方式 啊 所以呢 摄影家们把线条呢 看成是有生命的这种灵感 这次呢 表达一种情感啊 增强作品的一种艺术感染力啊 那么线条呢 当然有多种的这种线条啊 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 啊 可以的去细细的观察 第三呢 就是影调 呃 影调是由密度和反差的这个吉普的差异来构成的 那影调指的是画面的明暗的层次啊 虚实对比以及色彩的明暗的关系啊 它是从黑白色彩的运动当中的分离出来的一种摄影的形式啊 所以我们在摄影当中呢 会有一种叫高调片低调片啊 等等啊 这些呢 啊 是通过摄影人的一种对影调的控制来反映出一种啊 这种啊 非常浓烈的摄影语言的一种形式啊 第四呢 就是色彩 那么色彩也是这个呃 摄影构图的元素之一 那么色彩呢 呃 当然我们说色彩有有啊 RGB啊 就是我们最初的相机商当中色彩的叫三原色啊 那么还有色别啊 这个明度饱和度 那么还有这个基调啊 比如说冷调啊 暖调啊 啊 当然我们涉及的上机当中呢 会有一个叫啊 白平衡啊 那么这个白平衡呢 就是控制影调的 所以在摄影当中呢 尤其是初学的摄影者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色调呢 把它来控制好啊 也就是说啊 一定要把这个摄影的语言呢 真正的理解啊 真正的吃透啊 如何呢 把它运用到摄影当中呢 这是我们学习摄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 每种学说或者是艺术门类呢 都有其语言 作为摄影来说呢 当你举起相机啊 当你想拍什么 当你按下快门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一个场景 让人以艺术的目的来进行创作的时候 大概综合起来呢 就要有三个因素 那一是好看啊 第二呢 是要形式感 第三呢 就是说要有趣味 也就是说要有意味 当然呢 三者均沾 自然是佳片 如果呢 有一到二者 那也是不错的整片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摄影语言所表达的一种元素 或者是语法的一种形式 说到这个影调 线条 那么光线等等这些呢 所以呢 我们这些呢 就是作为摄影语言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形式 其实最主要的 你就要了解这个光线在自然界当中的 一种特别的变化 摄影是一种光影的艺术 那么离开了光线 那么你这个摄影作品呢 就显得的平淡 那么当然光线当中呢 包含一种光影的艺术 呈现在中间 那么我几次在这个栏目当中呢 跟大家来提到过 关于摄影的这种光影的这种运用 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不断变化 而不断的 由于光线的这种 这个入射角的方向呢 在不断变化中中 所以呢 自然界的这种光线的这种变化 也是千变万变的 你比如说是雨后的这种光线 你比如说清晨的这种光线 傍晚的这种光线 甚至呢 这个暴雨过后突然停顿 从云缝中射出的这种光线等等 有霞光啊 有耶稣光啊 等等 这些光线呢 都是我们所表现画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意境 当然光线所表达呢 你一定要有主体的这种呈现 比如说是在旷野当中 我们有发现一束非常漂亮的这种耶稣光啊 当然这个耶稣光呢 要一种主题的这种表现 如果是在平旷的这个田野当中呢 这种光线呢 显得就过于平淡 当然在这种光线下呢 比如说是表现一个巨大的一个雕塑的这种人像等等 那么这个意境呢 就比较悠长了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用适应语言所表达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形式啊 把它转换了一种啊 是一种艺术的一种啊 形象呢 把它表现出来啊 那么这个被射体的色彩形态明暗呢 这种变化呢 会呈出呈现出这个不同的这种啊 视觉的这种效果 因此呢 无论你在拍摄风光也罢 还是在拍摄人物也罢 这种光线的这种掌握呢 对于摄影语言的表达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啊 因素 因此呢 呃 对于我们初学的这个摄影者来说呢 呃 正确的认识光线 掌握光线 了解光线 以及呢 正确的运用光线 掌握它的变化功率 这是我们 所必须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 了解了这种光线呢 你还要了解这种光质和光位啊 所谓光质就是光线的软硬程度 啊 因此我们通常在摄影间当中会有一个啊 暖光 硬光 那么我们在拍摄的影片当中呢 会有一个暖色调或者冷色调 等等呢 这些呢 都和光啊 有一定的关系 所谓的硬光呢 是它的造型特点的就明显的受光面啊 具有鲜明的轮廓啊 画面的反差呢 非常的强烈 影的影调明朗 立体感强 那么呃 具有非常鲜明的这种特性 呃 那么所谓软光呢 是天空的一种散射光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呃 摄影棚当中经常的会看到一种带有柔光香的一种呃 折光照的一种光啊 我们这种说光说表现的就是说光线 比如说打到人的脸上之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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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常呃 呃 非常柔和的这么一种啊 态势 呃 属于自然界当中的一种散射光呢 就是说当云把太阳遮住之后 你说表现的光呢 没有光影 那么这是一种散射光 那么散射光呢 比较平淡啊 比较平淡 但是呢 呃 你在拍摄类似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如果拍摄一张正面的人像的话呢 这个画面呢 就显得非常的柔和 但是呢 他的对比呢 不是很强烈啊 所以呢 这个拍摄类似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比如说是我们拍摄一些啊 证件的照片呢 等等用这种光的表现就比较好 还有呢 比如说是你家里有小孩子啊 画的一些绘画的作品 你想把它翻拍呢 拍成一种啊 这个电子的重像保存的话呢 哎 你就可以有一种散射光的这种效果去拍摄 这样的话呢 使你 使这个画面的这个 原色才呢 可以很好的 把它表现出来啊 但是呢 如果要你拍出一个具有非常 这个立体感的一种艺术感 非常强的人像的时候呢 这种啊 这种软 这种软性的这种光啊 这种散射光呢 又很难表达一种啊 你的一种啊 意己啊 所以呢 呃 我们在这个 呃 摄影当中呢 就要学会啊 更广泛的去运用啊 各种不同的光线 通过这种光线呢 啊 那么是你的摄影的作品的能够啊 表达出你说表达的一种啊 意境啊 所以说这就是说 我们用摄影语言说表达的一种元素 或者是语法 而作为摄影对象呢 主体和陪衬体呢 要有要有呼应 就是遥相呼应 那么既要突出主体啊 我们要求呢 呃 是摄影的是 简法啊 简的 越多啊 我们叫叫三番就简啊 那么你的这个 说表现的主题呢 就越加了 呃 鲜明 那么 简法有很多 一种是用构图的形式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利用一种 相机自身的一种啊 操作模式 你比如说是 呃 用大光圈呢 进行 呃 虚化背景 突出主题啊 那么使得他呢 主题能够啊 突出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利用啊 比较这个暗的背景呢 啊 突出这个主题 突出前景啊 等等啊 鲜明的人物呢 在朦胧的这个背景之上呢 会有一些啊 非常显著的这种特点啊 如果你在这个 比如说是呃 纯白的背景 或者纯黑的背景之下呢 有凸显了人物的一种精神啊 所以呢 呃 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焦段的进行拍摄 那么强 长焦剧的这种拍摄呢 呃 对于控制摄影的对象呢 处在一个相对清爽的背景当中的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所以呢 长焦镜呢 有集中啊 这个主题的这么一个作用 二是呢 要用眼光去剪 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审美的这种表达能力啊 那么这种表达呢 是要通过你对美的一种认识啊 做到呢 你说截取的某一个画面呢 啊 是能够非常 这个突出主题的这种画面啊 所以呢 这些呢 需要你用清晰的表达出来呢 这种剪法呢 就是多样性的啊 这个 当然 最主要的你是拍摄的主题啊 是说要表达的一种意境 就是究竟是什么 比如拍摄一朵花啊 你想把它拍美 那么要换取不同的这种拍摄的这种角度啊 就是说 呃 一种小花 你应该是怎么拍啊 仰拍 它的效果是什么 俯拍 它的效果是什么 等等 这些呢 需要你运用你的镜头 表达出来啊 这就是说 你用的镜头呢 全是那种 摄影的语言 呃 同人一样的嘛 摄影呢 在各种的社会 综合的关系当中呢 呃 是以表现 摄影对象的主体为主的 固然 主体就是主角 呃 但是呢 没有陪陈体呢 背景 呃 也就 呃 显得过于的正平淡 呃 就不能表现出 我们所说的摄影语言的这种全面啊 这个 当一瞬间啊 在画面当中完成的时候啊 你会产生一种啊 对美的一种认识啊 这就是说 一种感觉 一种痛快的感觉 释放怪快门和你的情感 表达 你说表达一种内涵 这就是我们说的 摄影的语言 好 听众朋友 呃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呢 这个话题呢 就讲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呃 祝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是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